你們先來關心天氣的變化 今天這個天氣一樣 適度冬北貴風影響 途循以北黨 冠北地区要設置這路大河 在氣溫方面 今天上級問題 花蓮受風 十八度落 目前臺灣南部海面 有兩個天氣的系統 國家會先行性風態三卡 在我們臺灣沒有影響 要不然臺灣東南東平 要有一個新行性的 一代性客企業 這個設置加上冬北貴風 如果加上火 十九度落大河 有可能在這兩天會發電 做近途洪胎 十六號到十七號之間 他的路徑會往北 稍微流越來往 先西北 西的方向 接近臺灣地區 之後在十七號之後 才逐漸的往南掉 所以我們預計 週末這一段時間到禮拜一 受到他的影響 是比較距離的 雖然沒辦法發電 當時真的在洪胎 但是受到他的活動有接近 加上台灣幾號影響 真有可能會最大河 百六開始 先到廟年以北 大台北 雞人 東北 都會特別注意 禮拜日到百日影響最大 全臺灣都會落河 雞人拜訪 東北台區 才會落很大 而且如果落河 這次的河也真好 隨著熱帶系統的逐漸接近 那在臺灣附近的風力 還會逐漸的增強 預計十七十八之後 沿海空曠地區跟外島 有可能出現九到十二級的強震風 沿海和外島地區 都會激水稍後應會發生 不過這個在臺灣 甚至有真正的逃逃逃逃 有的外國環流 和東北幾乎在吹 大家也是都會激水 透風落後的天氣